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会很想念妈妈做的料理 在台北市虎林街里头有一家水饺面店 卖着很有妈妈味的手工水饺 学用黑猪后腿肉拌入酒黄以及虾仁做成肉馅 水饺吃起来PQ而且鲜甜多汁 还有这一碗大火快炒的抢锅面 讲究的是火气还有火候 喷香的汤面一上桌满满的蔬菜 分量是多到几乎看不到面条 就是希望让用餐的客人可以吃得过瘾 有家的味道更觉得物超所值 圆滚滚的水饺一口咬下虾鲜肉甜 在这里蔓延开来 我觉得它最好吃的部分就是 它里面的那个内料它很实在 而且其实它的那个面皮还挺有嚼劲的 就是跟外面的那种不太一样 用料实在的美味深受客人的青睐 不管是单点酒黄虾仁大水饺 还是有汤有菜的套餐 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 尤其是这一口咬下超juicy的内馅 就能感受到老板家面子对食材的用心 其实我们用就是台湾猪嘛 一定是台湾猪 是黑毛的活底猪肉问题的 每天就是馅仔送到我们这边来 那大部分的猪肉的部分是后腿 跟胸前的甲心肉 这两个去混合这样 刚拌好的肉馅要成新鲜馅包 而且都要包得鼓鼓的 因为这每一颗饺子里 都是妈妈给儿子的心意 以前是他在内午那边照顾我的爷爷 那他就会自己没事就会包水饺 他包水饺就给我们吃 十年前 张念慈本来从事剪接工作 那年爷爷过世母亲陷入低潮 为了帮助母亲走出丧亲之痛 他与太太商量和妈妈一起开店 我就照顾我爸爸 后来修了差不多五年 那我儿子就妈出来做好了 我找个店面这样子 后来那个我儿子就去找这个店面 他说妈妈这边没有那个水饺好吃的 后来我就开 他就找到这边 就十年前 那时候就开始就慢慢的这样做 结合母子同心的酒黄大虾仁水饺 这滋味有鲜有甜 还有温暖的妈妈味 一口咬下肉馅饱满鲜甜 虾仁新鲜又弹牙 酸出的酒黄香气有存在感 却又不过于强烈 另外操饭腹的冬瓜排骨汤 喝起来也格外清爽煎腻 那因为有虾仁的话 虾仁的水饺的话 它会比较有水分 所以它会比较鲜甜 然后再搭配酒黄 然后味道不会太重这样 蛮清爽的 如今店领门庭弱势 但回想刚开店时 也曾因为好傻好天真 踢到大铁板 本来我开这家店之前 是想卖网路 同时想说卖网路水饺很简单 就包一包冷冻 在网路上贩售很简单 但是后来 因为你的品牌没有知名度 所以在网路上面 太多水饺的品牌 所以你在贩售上面很困难 原以为东西好吃就会有人买 但现实就这么残酷的 击碎张念慈的美梦 每个月都亏钱苦撑 有亏很多吗 当初的前三年 大概一个月亏五万有 一个月亏五万 那不就是一年 五六十万 按钱怎么赚 就是有本业 好难撑 我有本业就在那边赚钱 来贴补这边 但长期赔钱并不是办法 于是张念慈也画葫芦学样 在开幕期间做促销活动 那时候原来想做三个礼拜的 一人水饺活动 那后来发觉只能做三天 因为实在量太大 人来的量太大 那这个有成功吗 奏效 成功有 但是效果持续不了多久 活动效果不张 夫妻俩依旧不气馁 一有空就到临近市场摆摊 还是消费形态的关系 不同 因为去菜市场就是婆婆妈妈 她们就是喜欢在菜市场 买完东西回家做这样 但似乎再多的努力都石沉大海 直到第四年 几乎快放弃时 忽然遇到一个契机 店里的命运就此转生 这是有一个转机 那慢慢的也就是有 更多的部罗格 跟更多的媒体来争相报道 终究还是好味道不寂寞 这酸辣汤里有笑也有泪 所有的叠叠撞撞 都慢慢熬成了 了夺未美的酸辣汤 浓浓的酸辣汤里 有木耳丝 肉丝等丰富配料 高丽菜水饺洗饱了汤汁 内馅混着菜肉香 鲜甜滋味在嘴里奔流 搭配汤一起吃 滑顺又可口 它的口袋上有滑溜 然后有一种小酸味 最重要是调和我们吃完水饺 水饺以后的小小的油腻感 它的酸辣汤有这个风味十足 清脆的蔬菜生 高龄七十二岁的妈妈叶碧莲 依旧收藏牙利 这是山上的 离山的 山上的比较好吃 是 那不太多 太多了 太多了 贵一半 没有 是 有时候贵的时候 都两百多块一颗 今天一斤贵到那时候 有八十块最贵 大火烘烘 鸡蛋煎出香气 炒热所有配料 好吃的秘诀就在于这股火气 就是有一位师傅 他也是外人能教我的 他炒的比较浓一点 天生对料理有兴趣 就算手臂满是烫巴 也不见热情 经由贵人指点 在自己改良后的抢锅面 更符合大众口味 一大碗满满的配料理 有肉丝 木耳 高丽菜 几乎覆盖到看不见面 汤头充满蔬菜的鲜甜 料很丰富 你们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 它因为是先炒过嘛 对不对 所以特别香 然后汤头很鲜美 好名声慢慢传开后 张念慈在退出创意黄金饺 一口咬下外皮酥脆 还能蘸酱一起吃更增添风味 葱香混合面香的葱油饼 也是客人们啄啄必点的小点心 从井阶转行做餐饮 一路走来很辛苦 但能全家人聚在一起 工作着 生活着 就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未来的每一天 张念慈一家人 要煮出一颗颗幸福的饺子 让妈妈的好手艺继续飘香 而在新北的淡水 有一家超人气的秘锦餐厅 同样是吃得到家常料理 隐身在淡水郊区的 一座百年三合院 里头能品尝到老板拿手的 妈妈味家常料理 招牌的白斩鸡 选用的新鲜土鸡 只用简单的盐巴 米酒调味 但是一口咬下 就可以感受到满嘴的肉汁 不少老套一吃上瘾 还有这一道很特别的 荷叶蒸豆腐 滑嫩的豆腐 吸收了荷叶的淡淡清香 上头铺满蔬菜跟海鲜 吃起来特别清爽 毫无负担 农农古早味的三合院 在雨中极尽助力 隐身于新北淡水的秘境餐厅 置身其中 不只有美景围绕 更加诱人的海友 遭到美食佳肴 师傅仔细地清洗土机 接着放进大桶子里水煮 就是这样简单的步骤 成就白斩鸡美味的关键 每一只纯土鸡 四斤半恰恰好的重量 确保美食鸡都是肉质Q嫩 我的店里都用于烘 我们这里不是 我们这里都是土鸡 鸡肉比较结实 煮起来它的颜色比较好看 进手后的土鸡可不是马上能上桌 只见师傅将米酒 盐巴 还有香油和味精调和 再用毛刷趁热将油料刷在表皮上 让鸡汁充分洗饱精华 简单调味肉香四溢 你鸡熟了嘛弄起来 你直接擦下去 它味道它会进去 你既然软掉 你再擦 味道没有进去 口感没有进去 手起刀落将土鸡切成一块块 黄澄澄的表皮带着油亮光盒 让简单樸实的古早味白斩鸡 成了店里招牌菜色 薄油亮的外皮 扎实有嚼劲的肉质 一口药下满嘴鸡肉鲜甜 Q弹又不柴 配上特制沾酱味道更添层次 一吃就停不下来 就是它不油不腻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结实 让你在取决的过程里面 就知道它是真的在草地上跑过的 很棒啊 我们大家最主要到这里来 就是要吃它的土鸡 它的鸡肉就让你觉得说 吃起来那个味道很香 知道荷叶蒸豆腐 很多高客来到这也是不会错过 以新鲜荷叶秤底 散发出独特清爽的香气 丝瓜的甜 虾仁的鲜 全都融进热乎乎的豆腐里 就像茶碗蒸一样水嫩 吃起来年华细致 荷叶蒸豆腐 我也是第一次点了 它一上桌我就感觉那个色香味 就很美啊 很吸引我 然后豆腐很滑嫩 它丝瓜很脆甜 在吃东西的时候 它不只是要美味 它是要那个各种颜色的搭配 会让你的食欲被挑动起来 所以它来的时候我觉得 它有丝瓜 有豆腐 有虾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搭配